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史记高祖本记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说有一天刘敖就是刘邦的母亲 在一个叫大泽的地方在野外睡着了 在梦中他与神相遇 当时突然间是电闪雷鸣风雨交加 刘太公也就是刘邦的父亲觉得事有蹊跷就出来看 这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 他看见有一只蛟龙盘于刘敖之上 以而有身遂产高祖 刘邦就是这样生出来的 类似这样的故事 我相信朋友们已经听到过不少 一般来说都是这些帝王的母亲 在与各种各样的神兽 经过了一番从肉体到灵魂的深入探讨以后 帝王就这样降生了 在这一过程中 肯定与帝王的母亲有关系 与那些各种各样的神兽有关系 以及神兽带来的武美团队 那些什么烟雾啊 红光啊 这些都有关系 帝王的父亲 冲其量就是像刘太公那样 站在旁边是战脚助威 顶多喊几声加油或者默默的捏紧拳头 所以啊 生出那么大的一个儿子出来 孩儿他爸并没有费什么劲 顶多了 嗓子有点哑 或许这真的是刘太公不大喜欢刘邦的原因 已经是不劳而获的嘛 类似这样的记载 准确的来说是从汉朝开始的 在之前的先秦或者是秦朝 那时候天子和诸侯王还都是正常分娩而生的 那么为什么从汉朝开始就有了这些神奇的记载呢 这是因为在汉武帝时候 他所重用的大臣董仲书提出了霸触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在董仲书的整个的儒家的思想体系中 其中有一点就是君权神兽 就是说皇帝不是一般人 已经上升了一个位阁到了神的地步 高祖皇帝刘邦如此 汉文帝刘恒如此 汉武帝刘彻也是如此 据史书记载 汉景帝刘起有一日是夜宿宗兰阁 在梦中他看到云中有一只赤质直冲而下 赤质指的就是红色的小猪 当时刘起是从梦中惊醒 就坐在了床上 这时候他看见周围是红气弥漫 外面的天空却是彩霞满天 为了纪念这个奇异的现象 他还特意的把宗兰阁改名叫奇兰殿 而日后不久就在这奇兰殿内 他所宠爱的王美人王志对他说梦日入怀 然后就诞下了一位皇子 这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刘彻 这就是为什么刘彻还有一个乳名叫刘智 就是刘小猪的意思 结合他母亲的梦境说曾经梦日入怀 就是梦见了一个太阳跑进了自己的怀中 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 刘彻的乳名的全称应该叫好乳猪 太阳总是带给人光明温暖荣耀 但是呢 这种感受也是基于在一定距离之上的 但如果距离太阳太近的话 你可能就会被烤伤 会被烤焦 太阳还是那个太阳 它还是那样孤独的燃烧着 而太靠近它的你 可能就会变成一缕烟 标识在茫茫的宇宙之中 人们说汉武帝真的就像一个太阳 而最接近汉武帝他身边的那些人 就是汉武帝身边的女人 他们站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最明亮的地方 是那样的尊贵 是那样的耀眼 但最终他们都没有逃脱被蒸发的命运 在太阳的故事中成了一段又一段的过往 今天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汉武帝身边的这几个女人的故事 在汉武帝17岁的那一年 某一天呢 汉武帝从坝上祭奠鬼神归来 顺便去平阳公主府探望他的孢姐平阳公主 而平阳公主就在这里 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场海天盛宴 什么叫海天盛宴 这个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知道肯定是有很多的美女 平阳公主也准备了很多的美女 让他的弟弟来挑选 那么平阳公主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场选美呢 除了讨好他皇帝弟弟的原因以外 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 这是因为这个时候的汉武帝已经结婚几年时间了 皇后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位金乌藏娇中的陈阿娇 陈皇后 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子嗣 不仅是跟皇后没有孩子 跟其他的妃嫔或者宫女也没有生出个一儿半女来 这样的话朝中上下慢慢的就有了一种议论 是不是皇帝即将无后 在那个时候人们可能还不至于怀疑汉武帝的身体有什么问题 但是他们肯定相信皇帝无后一定是上天的一种预警 预示着这个皇帝并不是上天所喜欢的 这样的话朝中就有人开始内外勾结 比如说朝中的大臣田芬 田芬同时也是汉武帝的国舅 是他的母亲王志的同母义父的哥哥 田芬就有一次跟淮南王六安说 说皇帝无后 将来这天下就是您淮南王的了 淮南王刘安为此事欣喜不已雀悦不止 所以这时候朝中已经是暗流涌动 平阳公主一向是非常的关注朝中的动态 所以对这种暗流自然也是心知肚明 他与汉武帝刘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有汉武帝刘彻在 他可以做他的公主长公主甚至将来的大长公主 如果刘彻的这只断了 那么他今后的路也就很难说了 顺便说一下 除了平阳公主以外 刘彻还有两个同胞姐妹 但是在这三个姐妹中 最后只有平阳公主被封为了长公主 在西汉时期公主呢 是相当于猎猴级别 拿的十亿和猴爵差不多 而长公主则是相当于诸侯王这个级别 与流姓诸王的待遇是一样的 公主也好 长公主也好 并不是只要你是皇帝的女儿 你就能够得到的 那也要得到皇帝的册封 有的人得到的早 有的人得到的晚 有的人一辈子都得不到这个册封 比如说唐太宗的妃子杨妃 她是隋扬帝杨广的女儿 但是呢 她就并没有得到册封 而平阳公主之所以得到长公主的册封 也是她平时苦心经营的结果 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哪怕你已经处在一个令人艳羡的位置上 但是呢如果你不用心的经营 用心的呵护的话 慢慢的你也会失去她 就像汉武帝的那另外两个姐姐一样 平阳公主为这场盛宴准备了十几个爵士的美女 她想既然皇后不能生 宫里的宫女们又不争气 那么不如让她的弟弟从她准备的这十几个女子中 选出一两个来送进宫去 做人呢还是要灵活点 总不能就在一根树上吊死吧 至少呢还要多试几棵树 万一真的吊死了呢 在这十几位女子中 有一位可能是平阳公主特意安排的 重点介绍的就是魏子夫 魏子夫到底美不美 这点上史记和汉书都不约而同的西莫如今 都没有提她有多美 但是如果我们细读《史记外妻世家》中关于刘彻与魏子夫初识的场面的时候 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些端倪 发现太史公隐而未说出来的那些话 《史记外妻世家》是这样记载的 什么意思呢 是说平阳公主先让几位美女上来跳舞也好 试酒也好 但是呢这些美女都没有吸引到汉武帝的注意 上伏月就是汉武帝并不高兴 并没有开心起来 然后喝了一会儿酒以后 欧者出 欧者就是歌者 这时候魏子夫出场了 上望见 独月魏子夫 暗武帝看到魏子夫以后是惊为天人 由此啊我们可以看出平阳公主这番安排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 他首先呢让那些美女们做电场演出热热场 然后呢就让汉武帝喝一会儿酒 最后他才推出了他今天的重磅演出 做压轴演出的才是魏子夫 她的重点推荐对象 平阳公主选的这十几位姑娘应该说都是美女 而魏子夫在其中又独占凹头 得到平阳公主的特别关照 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魏子夫的滋容一定是厌压群方 久过三旬 汉武帝起身更衣 平阳公主就暗示魏子夫更过去伺候 接着在更衣时里就发生了那件等该发生的事情 没过多久 汉武帝就派人将魏子夫接进了宫 临行的时候平阳公主抚着魏子夫的背说既富贵 勿相忘 这句话呢 大家听着一定觉得耳熟 没错 这句话呢出自于史记陈舍世家 说的呢 是有一天陈舍在田间劳作 休息的时候一边煮着锄头一边望着远方 突然没头没脑的对身边的农友说了一句 苟富贵勿相忘 当时身边的那位农友看着陈舍说 大哥你是不是凉水喝多了喝出了茅台的感觉了 咱们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富贵 咱们现在是要脱贫好吗 您现在说着苟富贵勿相忘 等您什么时候不耕别人的田的时候再说吧 陈舍听罢此言长叹一声说道 接呼燕雀安之洪洪之志哉 再后来陈舍发动大泽香起义 后来真的做了王 他的工友知道了他现在发迹了 所以呢就去王府去探望他 但是王府的警卫是死活也不让他进 当然了 这些警卫一定是已经向陈舍通报过 有他的老友来访 但陈舍肯定是聚而不见 这位农友仍然不死心 就在王府的门口等候 一直等到陈舍坐着豪车架着大马出来的时候 他就在路边跳着脚的喊 红壶红壶 我是燕雀 我是燕雀 陈舍最终也看见了他 爱不过面子就把他请入了王府之中 也并没有给他封什么官职 只是让他在王府暂住几天 这个人住进王府以后 为了显示他与陈舍的老相识的关系 所以呢把陈舍未发迹之前的 什么踢寡妇们挖掘户坟的这些事儿 全都说与别人听 慢慢的这话就传到了陈舍的耳朵里 陈舍的下面的人就跟陈舍说 要不然就把这人赶出王府吧 他在这里实在是败坏大王您的声誉 陈舍当时是政策道 怎么能这么做呢 我说过了狗富贵无相忘 怎么能把他就这样赶出府呢 就把他杀了吧 省得他四处乱说 狗富贵无相忘 就是别忘了灭口 于是这个燕雀就变成死鸟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西汉时期 大家知道汉文帝的母亲是伯太后 伯姬曾经是魏王豹的妃嫔 在这期间呢 他结识了两个姐妹 一个姓赵一个姓管 当时伯姬是郑德宠 所以呢 这两个人就和伯姬约定 说将来狗富贵无相忘 后来魏王豹兵败 伯姬和赵管两位夫人都被收入了刘邦的后宫 赵管二位夫人运气比较好 很快就得到了刘邦的宠性 两个人在侍奉刘邦的时候呢 就谈起了当年他们三个姐妹之间的这场约定 不过呢 他的目的并不是想推荐伯姬 而是以此取笑 意思是当年伯姬如何如何得宠 现在不过是在后宫去洗衣服了 刘邦听完以后却有了不同的感觉 他觉得伯姬能够得到魏王豹的宠性 必定不凡 而且他也知道徐傅曾经为伯姬算过命 说他必生天子 所以刘邦可能想要不然我试一下 于是呢 他就临姓了伯姬 只一次就诞下了一位龙子 就是后来的汉文帝刘衡 赵管二人虽然说无意中为伯夫人打开了今后的康庄大道 但他们两个人真的不是故意的 还有一个故事呢 说的是宋朝的维太后 这位维太后大家应该不会觉得陌生 以前在柔福地基那一期节目中 我曾经讲过这个人 她是赵构的生母 在她还是徽宗第二任皇后 郑皇后的一名宫女的时候呢 曾经与另外一名宫女乔氏是一节金兰 两人约定也是苟富贵 勿相忘 后来乔氏凭借着美貌得到了徽宗的锤爱 被徽宗封为了贵妃 而乔氏也没有失言 将她的姐妹维氏就介绍给了徽宗 徽宗也是就临姓了她一次 就诞下了一位皇子 就是后来的高宗赵构 有了皇子 为氏就被晋升为婕妤 后来又被晋升为贤妃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 郑皇后的这两位宫女 最后都成了徽宗皇帝的枕边人 难道郑皇后就不生气吗 我估计郑皇后应该不会的 因为郑皇后以前就是向太后身边的一名宫女 所以我想啊 在徽宗朝的时候 从宫女到贵妃 或许是一个正常的提拔途径 唯贤妃因为姿色一般 远不如乔贵妃 所以徽宗很少去她那里 正得宠的乔贵妃 还经常的劝徽宗能够光顾一下她的姐妹 再后来发生了靖康之耻 徽宗乔贵妃以及维贤妃都被掳往了北国 再到后来 赵构在建康登基 经过了与金朝的一番协商 终于把她的生母维太后接了回来 维太后临走的时候 乔贵妃特意的给护送她的金国使者了五十两白银 嘱咐她在路上要好好照顾她的这位姐妹 然后她就对后来的维太后说 说此去一别 你到了南国就是皇太后 而我将会终老于北国 所以请念及姐妹之情想办法也把我接过去 维太后当时是满口答应 但从此以后就杳无音信 几年以后 乔贵妃就死在了五国城 在这之前她没有得到维太后的一点讯息 维贤妃到了建康以后 就被奉为皇太后 至于她是否想办法搭救过她的好姐妹乔贵妃 这个呢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如果从柔福地基这件事情来看 如果柔福地基是真的 而最后被维太后冤杀的话 那这位维太后绝对不会帮助曾经帮助过她的好姐妹 因为他们两个人也曾经在五国城生活了很长时间 维太后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情 条贵妃知道的是一清二楚 所以维太后肯定不会把她接过来的 即使她有能力这么做 不好意思又跑题了 咱们接着来说魏子夫 魏子夫被接入皇宫以后一年多时间 并没有再见到汉武帝 也许汉武帝太忙 也许汉武帝身边美女如云 她已经忘了魏子夫的存在了 一年以后呢汉武帝想把一些宫中的无用之人清除宫去 魏子夫也在这个名单之内 这一次汉武帝又一次见到了魏子夫 与其他的那些宫女哭哭啼啼的想要留在皇宫中不一样 魏子夫却哭着要求汉武帝让她出宫 汉武帝觉得很奇怪 又看着她这副梨花带雨的样子顿生了怜惜之情 于是她又一次宠幸了魏子夫 而就这一次魏子夫怀孕了 这件事情绝对是非同小可 完全是核弹级的消息 因为这彻底粉碎了汉武帝将无后的说法 充分的证明了我们的汉武帝还是一个有能力的皇帝 被这个核弹级消息震撼的不仅仅是朝中的各位大臣 还有宫中的陈皇后 陈皇后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位陈阿娇 是管桃长公主的女儿 一说起陈阿娇 大家一定想起那个快智人口的金屋藏娇的故事 我以前讲过很多快智人口的故事呢 最终并不见得是真的 那么金屋藏娇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呢 这个呢我恐怕又要让大家扫兴了 这个故事很大可能也不是真的 在史书中不管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没有这段故事的记载 这个故事唯一的出处是出自于一本书叫汉武故事 这本书年代不可考作者不可考 归类是归在智怪小说一类 而在这本书中记录的很多关于汉武帝的故事 经正史验证都是不准确的 因为没有其他的正史书或者是野史书的佐证 所以汉武故事中这件事情的记载很有可能是虚构的 在史书中关于汉武帝对陈后之宠只提了这样一句 说陈皇后善宠娇贵十余年无子 并没有提到什么金屋银屋的 而且啊很有可能陈皇后 和汉武帝二人之间的年龄差距是非常之大的 虽然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陈皇后的年龄 但是呢我们可以推想 管桃长公主最早是想把陈皇后嫁给当时的太子刘荣的 刘荣就是利姬的儿子 当时已经是二十岁左右 而他比刘彻要大了差不多十五六岁 也就是说刘彻那时候不过五六岁的样子 既然管桃长公主想把陈氏嫁给刘荣 那么他们二人的年龄应该是基本匹配的 不可能说陈皇后只有五六岁 如果这样的话 那么立即就不用找别的借口 直接说两个人年龄不合适就可以打发了 所以很有可能那时候的陈氏已经是十几岁了 所以照此推算的话 他应该比刘彻大将近十岁 两个人成婚后 汉武帝有可能曾经宠幸过他一段时间 但后来呢也许是因为二人的性格不合 汉武帝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 而陈皇后也是不甘仁后 他本身是管桃公主的爱女 而且呢又帮助过刘彻登基 加上本身的性格又比较强势 所以他与刘彻慢慢的就开始不合起来 而二人婚后十多年仍未生育一儿半女 这样更加加剧了帝后的不合 这时候的汉武帝是27岁 那么据此推算陈皇后应该已经过了35岁 已经过了女人最佳的生育年龄 而这时候他又突然听说魏子夫怀孕了 所以可想而知他当时的记恨到了何种的程度 或许就是被这种记恨冲昏了头脑 他就与他的母亲管桃长公主商量 要给魏子夫点颜色看看 管桃长公主就派人绑架了魏子夫的弟弟 后来的大将军魏青 那时候的魏青只是一个小官 他们是想通过绑架魏青使魏子夫召集 最后让这个孩子流产 大家想想这时候汉武帝27岁了还没有一个孩子 因为吴后已经是闹得沸沸扬扬 他的地位已经不稳固了 这时候魏子夫终于为他怀上了一个孩子 而他的皇后却想置这个孩子于死地 让汉武帝再次吴后 那你说汉武帝能答应吗 后来魏青被他的朋友公孙赫他们救出来 这个官司也就打到了汉武帝那里 汉武帝也算是最后给足了陈皇后和管桃长公主的面子 只是当着他们的面 从魏子夫为夫人 又把魏青调到了自己的身边做官 陈皇后由此也就更被打入了冷宫 再后来陈皇后想挽回汉武帝的心 他不惜请了一个叫楚福的巫师来帮助他 楚福不仅行巫谷之术想加害魏子夫 而且呢他又经常身着男装出入陈皇后的寝殿 经常是整夜整夜的留在那里 时间长了 不免就有了很多的议论 说二人在行不轨之事 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女童 大家知道在历史上关于男童这种行为呢 有很多种说法 有的叫断秀 有的叫分头 而关于女童呢也有一种说法 这个呢大家可能知道的不太多 叫魔镜 至于为什么这么叫我就不太清楚了 至于陈皇后究竟与楚福是否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 这个呢肯定是无从考证 但不管怎样最终汉武帝是以陈皇后行巫谷之术之名 废除了他的皇后的尊号 陈皇后就被送入了长门宫 后来陈皇后还不死心 又重金请当时的慈父大家司马相儒 写了一首长门副让汉武帝看 汉武帝非常惊叹司马相儒的才华 但是对陈皇后依然是不闻无问 最终陈皇后孤寂而死 陈皇后被废后以后皇后的位置就空悬了 在这之前为子夫又为汉武帝生了两个女儿 就在这皇后之位空悬的时候 为子夫又为汉武帝生了一个儿子 又是后来的太子刘具 汉武帝在将近三十岁的高龄 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 大喜之下马上封魏子夫为皇后 刘具封为太子 对魏氏全族之人是大家封赏 对魏子夫的宠爱也达到了顶点 人们经常说盛极而衰 四年以后 这时候的魏子夫已经过了三十岁 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曾经的爵士美女也耐不住岁月的消磨 她已经青春不在 少华不在了 而对于一向对女人的青春与美丽 有着孜孜不倦追求的汉武帝而言 色衰则意味着爱持 汉武帝很快就有了新欢 这个新欢就叫王夫人 虽然说魏子夫皇后的地位 也应然是坚不可摧 毕竟魏子夫为人是温厚贤淑 在后宫中也是颇有威望 儿子又是当朝的太子 但这时候的汉武帝去皇后宫中的次数 是越来越少 她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她的这位新宠王夫人身上 后来王夫人还为她诞下一子 就是齐王刘洪 不过这位王夫人到底还是福宝 没过多久就重病去世了 汉武帝非常的怀念她 非常的想再见她一面 这就让一个方氏钻了空子 这位方氏叫少翁 他说他能用法术让汉武帝与王夫人再次相见 他不仅这么说了还真的就这么做了 有一天晚上他在一块空地上 用布围成了一个大大的圆圈 然后呢 他又按照王夫人生前的样子 用硬的东西剪出了王夫人的身形 手脚又拴上了细绳 让他能够被牵着动起来 然后他就借助于烛火之光 把这个酷似王夫人的造型 投射在了四周的围布之上 汉武帝坐在当中就真的看到了酷似王夫人的身影 他很激动想马上的扑过去 而这时候少翁就马上熄灭了烛光 王夫人自然也就瞬间消失 少翁就对汉武帝解释说 说是阴阳相隔 况且皇帝身上的阳气太重 所以王夫人就不能与您相见了 汉武帝是信以为真 对他也是大家封赏 而少翁玩的这套把戏 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一种艺术形式 皮影戏的由来 王夫人死后 汉武帝是画悲痛为欲望 继续在花丛中浏览 后来他又遇到了李夫人 而李夫人能够进入汉武帝的视线 很有可能是他的哥哥李延年 与平阳公主一起做的一个局 李延年是当时宫中最有名的乐师 他也是个太监 不过擅长音律 他曾经写了一首歌 歌中是这样唱的 北方有家人绝世而独立 一笑清人国二笑清人城 您不知清国与清城 家人难再得 这首歌当时传唱度是非常之高 有一次汉武帝与平阳公主在一起吃饭饮酒 汉武帝呢 就对当时在场的李延年说 说延年呀 你为我们现唱一曲吧 李延年马上就开始唱 一笑清人城 二笑清人国 汉武帝一听说 你先等一等 这首歌呢确实不错 但是唱的太多了 你能不能给我唱一首新的 说这样吧 你把你的歌单拿来 我自己选 李延年就把他那本厚厚的歌单呈颂了上去 汉武帝打开这本歌单 上面的第一首就是 鼓声伴奏 独唱 一故清人城 二故清人国 打开下一页上面写着清唱 一故清人城 二故清人国 打开第三页是 诗朗诵 一故清人城 二故清人国 第四页和第五页分别是快板还有rap 都是一故清人城 二故清人国 汉武帝看着是有点生气 就问李延年 说你这家里家外的是不是只有这一首歌啊 你是不是就想凭这一首歌读吧歌坛呢 你这一故二故的这么麻烦 难道就不能一次看个够吗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让你这样的一故二故的 这时候平阳公主就插话了 说陛下您不知道 这个歌中所唱的女子正是李延年的妹妹 她确实是有清国清城之貌 汉武帝一听是兴致大起 就召李夫人进宫 见到李夫人以后 她是惊为天人 也不管什么一故二故了 现在她是不管不顾的爱上了李夫人 这位李夫人呢说起来也是福伯 年纪轻轻的就得了重病 在她生病期间呢 汉武帝曾经去探望她 她是以秀掩面 不让汉武帝看见她的脸 汉武帝因此还很生气 李夫人身边的人呢不解 说你这样做不是会让皇帝生气吗 那对你将来有什么好 李夫人说你们不懂 说皇帝爱我不过是因为我容貌美丽 现在我生病容貌已经受损 如果再让皇帝陛下看到我这副样子 她一定会厌弃我 再也不会照顾我的家人了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 这位李夫人真的是非常了解汉武帝 李夫人最终还是去世了 她的家人最后也没有得到一个好的结局 因为他们的家人想拥戴李夫人与汉武帝所生的儿子昌义王做太子 所以遭到了汉武帝的镇压 李姓族人全部被诛 在外征战的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也投强了匈奴 最后是被匈奴人像杀畜生一样的杀死了 不过好在这次毛反计划最终查实与昌义王无关 这样李夫人的儿子就得以保全继续做他的诸侯王 后来昌义王的王位就由刘鹤来继承 这位刘鹤就是只当了27天皇帝的著名的海魂侯 这时候的魏子夫依然在做着他的皇后 虽然他已经越来越少有机会见到他的皇帝汉武帝了 不过好在他还有自己的儿子太子刘巨 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培养儿子身上 而对他的夫君呢他已经是淡然处之随他去吧 或许这样的日子再过几年太子刘巨就可以继承皇位 那时候魏子夫就是当然的皇太后 所以只要维持住目前的局面再坚持几年 一切就会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但命运就是这样的无情 一场巫蛊之祸正悄然而至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富兰克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